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义。 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听到俗语,正所谓小俗语,大智慧,老祖宗的这些老话,看似平淡无奇,实际上饱含丰富的生活哲理,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洗礼,依然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。 还有很多俗语是关于十二生肖的,十二生肖是由十二种不同的动物组成,我们每个人根据出生的年份不同,都会对应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生肖。 在古人看来,一个人的命运的好坏,和自己的生肖有关系,即便是同一个属相,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,也有着不同的影响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有关属相的俗语男怕属鸡,女怕属羊,什么意思? 从字面上看,这句俗语的意思是男人最好不要属鸡,女人则最好不要属羊。 听老人们说,农村有种说法男属鸡,命不强,女属羊,手空房。 如果是属鸡的男人或属羊的女人,不仅自己的命运不好,还会影响家庭和配偶的运势。 因此,一些农村在挑选结婚对象的时候,这两种人的确没那么受欢迎。 老祖宗为何有这种说法? 接下来,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。 首先来看看前半句男怕属鸡,男子为何怕属鸡呢? 从古至今,男人都是家中的顶梁柱,男性就应该是阳刚的形象,属乡中最具阳刚气质的就要属龙了。 所以属龙的男孩最好了,属龙的男孩一生下来就会非常受家族的关注,因为命里有龙,所以也更贵气一些。 而男人属鸡就不那么好了,鸡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的飞禽,在很多人的理解中,其实还与凤凰有所关联。 直到现在,我们还经常能听到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说法。 而凤凰一般都是代表女性,人中龙凤,龙指的是男性,而凤凰指的是女性,如果男人属鸡的话,会受到一些影响。 在古人的眼中,属鸡的男孩就成了另一个极端,鸡被称作小凤凰,代表着一些娇小的女性形象,这在古人眼里是有点接受不了的。 男人应该有阳刚之气,作为一家之主,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形象,如果男人太阴柔是会被笑话的。 在很多人眼中,认为属鸡男在面对生活的时候,经常会遇见困难,遇见困难的时候,属鸡男往往会选择逃避,因此属鸡男要得到成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 属鸡男越是逃避,他们的生活困难就会变得越来多的,过得并不开心。 再来看看下半句女怕属羊,为什么女人怕属羊呢? 羊,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。 羊是六处之一,在古代,羊通祥,是吉祥,美好的象征,甚至是能够驱邪的瑞兽。 古人常在门上悬挂羊头,以此来驱逐盗贼。 我国民间有名的麒麟,谢智,以羊等祥瑞之兽,就是以羊为蓝本而衍生出来的。 有个成语叫做三羊开泰,就是招来大吉大利的意思。 如此一个美好的动物,为何女人怕属羊呢? 这还与一个女人有关,这个女人就是婉清的慈禧太后。 提起慈禧太后,大家都很熟悉。 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属相。 慈禧出生于1835年,杨历,11月29日,她是属羊的。 慈禧虽然贵为太后,权倾一时,但也有属羊女人所谓的悲哀。 慈禧1851年,以秀女被选入宫,好逸贵人,深得咸丰皇帝宠幸。 然后十年后,咸丰帝却病死热和,此时的慈禧只有27岁。 此后,慈禧一直守寡。 人们认为属羊的命不好。 在咸丰帝死后,慈禧与公亲王一新发动政变,改元同志。 慈禧实行垂帘听政,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。 在慈禧掌权的半个世纪中,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时, 慈禧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可谓一败涂地,处于对慈禧的憎恨。 人们便觉得属羊的女子不好。 其实,女子怕属羊,还与同音字有关。 在中国很多的俗语和习俗中同音字是组成的重要一环。 羊这个字自然是和羊刚的羊相同。 在古人的眼中,羊在古代也代表着男性。 古人认为,女性就应该是柔弱的形象,所以大多数人们都将一些性格,坚强外向的女性冠以男人婆的称呼。 女人也非常害怕会变成男人那样,压根就没有一点女人的影子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一句俗语在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道理。 因为很多人会根据生肖从而来判断这个人以后的性格,这点也是比较不太合适的。 因为如果仅靠生肖去判断的话,那么有的时候也确实会判断不准。 不过他们的那个想法,在那个时代还是没有错误的。 可能在现在看来,有的俗语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道理。 不知道你觉得老祖宗的话有道理吗? 你的属乡是什么呢? 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时代,很多人其实也很苦恼,不知道什么时候,性别对立成了大家生活中常见的言论,一点点不顺人耳就上升到了性别歧视的高度。 这社会需要传承的温良,好像在慢慢消失。 有许多人认为古代的思想是愚昧的,然而古人在洞察人心和人性方面,做的可能比现代人更加的真实,社会没有绝对的真理,只是在长时间的发展中,大家达成的一种普遍认知而已。 俗语男拗女突,不管就估算是一个古人对于男女的一种性别认知。 男子不拗 这个世界的任何国家,不论是什么文化对于男性都有着出其一样的认知,就是男性必须保家为国,不然你还算个男人吗? 当然了,就身体构造来讲,男性也必须承担起这个重担来。 在国内的社会道德中,男性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,比如说养家的责任,你养不了家,养不了妻儿,还结哪门子婚呢? 似乎也没有错,然而这些统统都是从古至今留下来的,那些说古代思想愚昧的人,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? 新时代心气象不假,但是古代时候的一些认知,能一直流传下去,就有着一定的合理性。 古人对于男性的要求都有哪些呢? 比如说,君子彼得于欲,男人要有德性,讲仁义,孝道是你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,男人主外,就要求你必须做到中庸,内方外缘,事情都要面面俱到。 最后呢,你要保家卫国,家国有难的时候,必须第一个站出来,保护你的妻儿,这是身为男人应该去做的。 然而,如果你家的男人不能做到这些呢? 凹字是两边高中间低,这个词语就预示着,这样的男人是不可靠的,保家卫国打仗的时候,别人都群情激愤地上战场,就你一个躲起来,这样的脱离是一种孤寡的行为,虽然害怕死亡是每个人的天性,但是作为男的,这种时候,你不保护自己的家园,还期待谁来保护呢? 有个词语叫做硬拗,意思大概就是狡辩,一个男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,就应该做到顶天立地,做了什么事情都不敢承认,还要抵赖,还能算男的吗?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,不论在什么时代,这都是信用破产了,一个男的没有信用,孤独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。 男的在社会上生存,要做到外缘内方,有自己的德性和操守,这样才能凸显你的个性,成就自己的工业,你可以像勾建一样忍受一时,可以像韩信一样受胯下之辱,却不能真的那样生活下去。 如果勾建和韩信一直那样下去,一个肯定不能吞灭吴国,报仇血恨,一个肯定不能打败霸王,最后的归宿可能就是孤寡一生,众叛亲离。 对于男性群体,不光是社会有要求,自己也会是同样的要求,肯定没人会希望自己是那个阴柔的人,男的自然要有阳刚之气,性格可以收敛,但是必须会为人处事,因为不论社会怎么发展,养家糊口,对家庭负责,都是一个男人应该扛起的大旗,这一点无法逃避。 女子不突,很多人对于古人有很深的误解,总以为男尊女卑的社会,就是无限压榨女性,古代的人还真没这么无聊,只是一些有心之人刻意给你这样的解读罢了,况且古代的女性也没有多么卑微,只是大家的分工不同罢了。 姜子牙的最毒妇人心,如果不真正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,你都不知道这句话只是说她媳妇不愿跟她远走她乡罢了,并没有真的侮辱女性,然而在现代人的嘴里,却成了骂人狠毒的意思,是谁在让你和另外的性别对立呢? 古人对于性别的认知,只是分工不同罢了,男主外女主内只是古代的一种家庭生活方式,没必要过分地解读,更何况这种方式,造就了多少古代的书香门第和世家传承,你说女性的贡献不大吗? 女人的身体构造就预示着,在生活里,更加的适合主内,性格收敛一些比较好,毕竟古人说的内敛不是只说女的,只是他们更多时候负有管家的责任,于是大家普遍就认为是对女性的束缚。 其实也不算束缚,一个女主人,性格收敛,家里的人就会相对比较沉稳,王熙凤管家很泼辣,整个贾家的下人出门都威风凛凛,你说女主人的性格重要吗? 女人如果很强势突出的话,在社会交往里,往往显得更加孤傲,和女性那种沉稳内敛的性格,很多时候格格不入,容易造成孤寡的境遇。 女主内也不全是相夫教子,穷人家也没那么多家财可以管理,大家都是忙于生活的,这主内的思想都是相对富裕的人家讲究的。 女主人在家里要管的,不仅是自己的孩子,还要平衡家里的各种亲戚关系,就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、李顾佳那样的大家族。 一个收敛性格的女主人,处理家事游刃有余,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弄得都挺顺。 如果是一个比较针锋相对的性格,家里的烂是一堆,男的还怎么能去外面放心的打拼。 古人的讲究是男主内女主内有没有道理呢?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,女性心细如发,这样的性格适合处理内部关系,分工协作下来,一个大的家族才能稳定的前行。 而且女性性格肯定不能秃啊,一个太过飞扬跋扈的性格,这样不利于和谐。 生活嘛,要注意分工,社会嘛,要求不同罢了。 结语 生活在社会里面,大家都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,是需要共同合作才能进步的。 男性和女性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思想。 然而古人的分工,是根据大家的性格做的主管分工,并不是一定分工,你只能做什么,而不能做什么。 古人的认知告诉大家,在社会上的生存之道,就是要这样的阴阳相继,才能游刃有余,不至于被社会孤立。 只有这样的男女和谐,才能让一个家族成功的前进,不被社会所遗弃。